高雄中游陵园厂在昨天晚上惊传火警 根据了解当时新三清工厂正在进行开炉前置作业 运转时管线跳脱导致以烯外泄起火 有民众经过目击到高塔的顶端 狂窜火蛇看起来像是火箭喷发一样十分吓人 而这起意外造成了一名薄冷厂商受伤 还好送医之后没有大碍 只不过这火警造成的空气污染 环保局表示最高可以采取500万元法环 高高的建筑屋顶端不断窜出火蛇 就像火箭喷发一样 民众开车经过可吓坏了 高雄中游陵园厂16号晚间金船火警 初步了解市场区燃烧塔管线脱落 导致以烯外泄 消防队现场布水线持续灌旧 花了五个多小时才将火势扑灭 现场同仁自主发现 新三清的低温工厂以烯成品的冷冻器 有一些状况 我们现在已经在检讨 所有的工作标准作业程序 加强人员的一个操作训练 意外造成一名薄冷厂商受到轻伤 自行就医后好在没大碍 而环保局透过AI云端监控系统 发现整个林源厂区冒出浓浓黑烟 随着风向流动 造成空气污染将进行开阀 事发隔天一早立委就跟着当地里长跑到中油厂区门口抗议 诉求新政院核定新四清更新 并强化公安管理及灾害防治 避免公安意外再度发生 才能让居民住的安心 就中和报道